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毛B 今集就是我們Crossman CFR 我記得第三集就要介紹和斜站 有觀眾一直好想我拍 我現在終於起完拍到了 我們現在位於元州角站出面的行人天橋 我們現在馬上過去對面 我們走過去 那邊就是和斜站 我們現在就在元州角站 對 今次記得了 每集一廁所 啊 好像調轉了 然後這樣 這樣 然後這樣 哎呀 沒有這麼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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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這樣 然後又這樣 然後呢 就是 我講了很多個跟著之後 還有 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 月台部分 哎呀 拿回去先 啊 往 往什麼 往沙田 往沙田 OK 出發 快點快來到和斜站 和斜站 和斜站的主色和元州角站 但一樣都是黃色為主 那這裡就寫著和斜 和斜 和斜 而之後它的闊度呢 包括月堂幕門的話呢 是有9的 那我們先看看這一邊 沙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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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事 改成了 1號月台 還有樓梯 我們要先進去 為什麼經常都會出錯的呢? 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一定會起錯的 我們下大堂之前 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天花板 你會見到旁邊就是用 螢光石 不是螢光石 海燈籠中間全部都是玻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完州閣站 我們飛過去 不要浪費時間 好了 那大家呢 我們上大堂看看 是看到有點暗的 如果沒有玻璃 這邊有玻璃可能比較光 但是你看這裡 是有點暗的 我不知道它的設計發生什麼事 完州閣站樓台真的超高 有四格 好了 所以我決定月台這個部分呢 就這樣做 大堂就沒辦法了 放進去 然後再走樓梯上去 再放升降機 因為每個人都要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這邊有兩邊都去到 廁所這邊 這邊是藍廁 在上面的 那這裡不要問我為什麼會有stone brakes 在這裡 因為 那個怒鬼問題 怒鬼那裡 那這裡有三個尿兜 然後有一個洗手盆 再加一個馬桶 廁所 這就是藍廁的部分 雷廁在旁邊 只有兩個廁所 這個比較闊 應該是殘廁 那這裡也有三個 那這裡一樣都是老鬼問題 然後這邊就是 兩個廁所 然後又有一個 這個 欸 洗手盆 那但是不要問我現在可以弄兩個 又不弄 因為 如果不是我的玻璃在這裡 很怪怪 又不能黏著洗手盆 欸 我剛剛好像拆爛了 剛剛改東西 不是喔 剛剛改東西不是這格 喂 大哥 我做了什麼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做了什麼 我不要按錄影 啊 幸好有 欸 又補了 什麼事 OK 我想突然變成 我看這個就是行動中心 有兩格大玻璃 之後 這裡就有複雜機 這邊就是 一出的 單閘機 那這裡的設計 是這樣 下面用了黃色的 那 那個 複雜機就是 然後 行動中心 兩邊都按不到 這個按鈕 OK 那用半磚 這樣下來 那就是和邪站 很長 超長 那站很長 跟圓周角差不多 因為大堂座有原生部份 再加廁所也有原生部份 好啦 那就今集介紹和邪站的Crossman CFR 第三集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下集要介紹Crossman CFR 的第四集 就要介紹沙田站 那你可以見到 這裡是這樣 漏空了 老鬼部分 對了 特地的 那下集再見 拜拜